是不是 那你现在看一下这个音跟我们平常写的不太一样 就是说我们一般都是会把第三个横线写长 可是它现在是把第二个横线写的特别长 而且第二个横线有燕尾 表示它是这个字的重点的线条 那其他的线条的齐笔收笔你给他看一下 看一下 那位置请你就参考一下九宫饭帖 约略它是在这里 然后呢在我们黑帖上它的齐笔收笔看的不太清楚 但是呢我就用这一种最简单的去笔尖去 好回来的时候我稍微加重加重 好加重 好我稍微提起来 好我提尖尖的停在这边 好第二个笔画呢我就比较 你看我这边用尖尖的 好我要往下了所以我也没有压 我往下才压 好接下来这边它有一点齐笔 你看一下笔先在这边以后向左边按压一下轻轻的 好向右边 好 上下的话你可以差不多也可以 这里比上面稍微多一点 好那接下来呢这个日或者你说它是约 好它就比上面的第一个横线稍微短一点 好然后它的粗细请你稍微参考一下 再来你这一束不要写长 好因为写长了你就把字拉长了 好从这边好比先进去 好比先进去 好向左边再向右边 好从这边向左提贴 好拿过来 好那我这边为什么我进去的时候要先进去 比先先进去 然后向左边再向右边 有谁知道吗 我这样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我这个地方会不会有一个 给我一张 是宽气会比较平均吗 不是 跟那个笔画是比较平均的 我如果这样的话 我这个笔画是不是会有这个弧线 我如果这样 我这边交接一点 我是不是有一点内凹的弧线 就内凹 对 对不对 但是我如果这边进去再往右拉 垂直的 我这边会比较粗 我牢牢的把这个定住 它的稳定度很高 再来它会变成有一个重量 再来这个笔 这个笔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的这个炒字头 炒字头 不要给它写的太靠近 写的太靠近 字呢就容易写小 那你现在参考它的 不要比它靠近 你可以比它稍微宽一点 但不要靠近 那我稍微比它多一点 我想说让它写大一点 那我是不是写长一点点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一笔 这一笔你可以按照你们的写法 因为我用的是老师的老方法 我也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做 通常我是这样 笔尖点住以后 像左边 有一点像你们在写那个 左弯勾那个意思 但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弯 我就是一个 你看一下 我这个是 用好像推的逆笔 推 推 有没有推 这样稍微踢上来 你可以踢也可以不要踢 踢也是OK 对 也可以在它凹的地方 你看 好 往下 所以不要再 往下以前先按一下 不要哦 好 提 贴 好 它就不会细细尖尖差很多 但我说实在话 假设你写的就长这样 是不是就已经很好看了 是啊 对不对 就算你跟铁不太像 也没有问题了 听懂吗 所以你的笔法非常重要 我要强调的是 你的运笔方法很重要 是 听懂 听懂 现在要写你的信了 又有中又有军 你看多好 哎呀 真的是 好 那我们这个笔在这边 好 轻轻用笔上去再下来 然后你不要太向下 好 我们就是一点点 一点点直带斜以后 就向左弯 好 这一笔呢 也不在意太 太粗 太长 所以尾巴一定会有个钝挺的动作 你的中的精致旁 好 五字上是这么写 这个不在一线上 好 好 轻轻点直以后 向左后方再向右前方 接下来你的这一个笔呢 约瑞跟它等高 约瑞跟它等高 接下来第一笔 就跟着下面横线走 好 去再过来 好 好 接下来跟着它走 要扁一点 多扁 它的下面这一笔在这里 好 好 它这个连结起来 那我也连结起来 我这里也是有做去再回来 有看到 好 它是这样贴住 好 直直向下 它的比较细 我写出了 你们就看一下铁 好吧 好 轻轻贴住 向左后方移动 再向右前方 好 好 稍微下 再按 所以不要在这个地方 先按了再往下 好 就是 铁